指揮中心一再灌輸觀念 Omicron 99%以上 幾乎都是輕症無症狀感染 但是護士工會理事長陳玉鳳 可不這麼認為 因為他確診之後 出現了十種症狀 簡直生不如死 根據指揮中心公布的數據 這波Omicron疫情99.64% 為輕症無症狀感染 但護士工會理事長陳玉鳳 確診之後第四天 鼻塞喉嚨痛 全身骨頭痛 咳嗽等十種症狀持續發生 他還PO文怒斥 無敵猩猩根本是在騙人 他更強調每個人體質完全不一樣 呈現的狀態跟症狀也都不同 保護自己盡量不要確診才是真的 指揮中心醫療應變組副組長羅一鈞 終於在十三號的記者會上 承認無敵猩猩不是百分之百 確實有人會重複感染 確診者跳出來訴說自身的慘痛經驗 呼籲指揮中心不要再用數字誤導民眾 疏於防疫的結果只會讓整體的疫情更加失控 記者黎智英 王一眾 台北報導 旺旺水神還有我們現在看到這一台一直在噴鹽的 這個叫做旺旺水神霧化器 哪裡買呢可以到快點購的平台來購買 好同時呢現在中天的觀眾有好看喔 你上快點購買霧化器會送水神 也推薦大家輸入我的推薦代碼 CTI588可以有相關的折扣優惠 CTI588